说到车 因为看到昨天 其实你说相对市场来说 都是坚挺的 好像吉利 收市都可以升到 其实最多都曾经升到4% 比亚迪都曾经升到1% 在市跌这么多之下 其实都尚算不错 而且都看到北水都有流入 而且最新其实 成年月有个数据 就是说6月份新能完成 用车的零售销量 就按年升到1.7倍 按月就增长1.9% 当中比亚迪的新能源销量 更加是创新高 超过4万架 其实这些车股 会不会都还可以 相对大市来说 是会比较表现好一些 还是你有没有机会追跌呢 OK 这样回答吧 如果用宏观面开始 刚才你说的数据的话 其实之前市场 已经开始大概鼓掠一下 因为其实如果你说 就像刚才比亚迪的数据 你就提到 但其实比亚迪的数据 因为在自身上 其实都大概看到的了 就是按月的销售 而刚才你说的 我只会更加确立了 我们从去年开始 为什么这么看好新能源车的原因 就是我不是说中间的股份 会不会有反复 而是我们看整个行业的赛道的变化 就是其实纵使 纵使可能我们会看到 内地有时按月的车 整个车的行业的销售有机会下滑 不要说是打压 整顿行业发展 其实都是要将国家的一些品牌 或者国家在那个很重心要看的行业 是要做大做强 特别尤其是要打出国际那些的 就算你说生物医药 其实要想起来 如果乐观点去看的朋友 就是其实是否要更加把坏的公司 把好的公司留下呢 其实车也会有这个情况 所以为什么 其实我们说如果在港股上 一定是比亚迪一定是称高一线的 但是你说如果就着 真的逐间 就是我们经常都说 如果去下一阶段 就是说有什么旧的传统汽车 有机会可以跑出呢 我们就说 第二梯就是在港股 就会是吉利和长气的 是的 尤其是吉利 吉利可能最近比较慢 长气就是因为刚刚昨天 才追回那个销售数据出来 刚刚公布 其实真的是英俊的 按月都看到是强 再加上这段时间 它有少少落后的股价 是的 其实如果你问我 就是短线的话 我觉得长气似是在技术上 也有一些股价的技术上是突破的 是的 如果我会定的话 27.5元 可能是今天大家要看试的位置 就是姜英姐说 站不站在上面 因为你看到今次的股价 已经抽了 那我会定27.5元 做今天收市的一个位置 就是决定我自己 会不会继续练 但是这种我们就 没有特别过股这样持有的 是的 那 那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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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